我們的公司就是在服務客人 你的工廠你的生意 有遇到怎麼樣廢棄物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來幫你解決 只要是技術上其實環保的東西太廣了 我們做的真的只是1%而已 還有99%我們沒去做 未來亞洲啊我們都有興趣 我以前知道家裡就是在做殯葬 因為那從爺爺的時候就開始做殯葬 小時候的暑假都是去採棺材啊 做人家的校囊啊什麼的 你做這個行業也就是家族動員 誰有空誰都去支援 我們算是廢棄物處理業啦 我爸爸那時候就說這個行業很棒 那台灣這個工業又那麼發達 從那個年代就開始啦 那他就去意識到這塊 那時候也是因緣機會啦 找到了很多的朋友 就跟我們這個奧商可民衛 就是這個公司 就跟我們Joy Inventure 他那時候在棺材店樓上 廚房廁所旁邊的兩個小板燈 然後他談成 那他有辦法去說服這些澳洲人 來投資我們公司 我都覺得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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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前公司 比較沒有方向 都偏制於坐在這個 固化跟掩埋這一塊 那我回來 我會想帶入比較多的 不一樣的元素 其實我想導入就是 AIoT IT這個元素來 多少的車在外面跑 接了誰的單 誰的廢棄物 那我們的廢棄物的履歷 處理的過程 全部這些都會 Capture下來 給大家去了解 你未來出的事 這些就是你的 Back up plan 我最有興趣的是這一塊 因為沒有人做 填滿焚化這個都已經 二三十年的老技術了 你經營環保 你就是做處理在賺錢 你如果是在賣系統 你可以靠賣系統在賺錢 台灣一直說要做循環經濟 你這個整個data 就是被recognize 而且是在雲上面 跟大公司整個搭配 甚至到整個這個 我們自己寫程式 我們都是實戰的經驗 跟這些廠商 跟這些券運商 他們有什麼覺得不妥善的 我們就馬上改 所以為什麼 我說我喜歡做這一塊 未來中衛就是要做這一塊 可靈衛是在做處理這一塊 我中衛是在做系統這一塊 他也跟我說你回來可靈衛 如果不做新的事情 你回來沒有用 所以我說你要新的事情 你就是把IT導入 我本來55歲就要退休了 就是因為碼頭山的事情 所以沒退下來 以前我是朝野埋場的方式在推動 其實舊局他們現在把它改成是個 循環經濟園區 它是個永續 就是說你這個園區你做出來了 它就等於是一個 recycle的那一種概念 有進有出 源源不斷 他就是說希望我回來公司 經營的時候 不要再像以前那一套 那如果我回來公司 不做一些新的東西 那你回來幹什麼 你就繼續回去做你的公子就好了 當初就是我是說 你如果不想回來做這個事情 你可以去做比較輕鬆的事情 可是他想回來 這個是出乎我意料 我說這個你要思考 他就說回來給我分工解憂 這一點我是滿欣慰的 一個人現在平均一天1.5公斤 台灣2300萬人 台灣現在家庭加事業加起來 三千萬噸的飛機物 一年都市焚化爐過去這二十年的時間都到了 接下來就是第二十一個年 那要重新招標 台灣可能未來這三年四年 會有一個垃圾的缺口 可能會產生很多的垃圾大戰 這是台灣 快三十年累積來的飛機物 我們的資料庫 台積電 日月光 友達 群創 都市焚化爐 Anything 過去的商業模式是這樣 那我現在回來 我想去改變這商業模式 我想去工廠了解那份的飛機物屬性 你後端你才有辦法去幫他設計說 我後面怎麼來幫你設計這套飛機物 我怎麼去幫你處理 怎麼樣跟別人的東西結合 這樣才能達到循環的效果